盒牌再出一张棋 哇 这手牌冤家了 27拿到一个名三条 国际象棋皇后拿到一个葫芦 各位亲爱的球迷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黄说球 今天我们带来国际象棋皇后 Alex Andro在Hustler娱乐场上的精彩表现 这张桌子上的忙碌级别是小毛十刀 大毛二十五刀 前口外选手拿到了27杂色 达州扑克里最差的洗手白 开持加注到125刀 这个打法我很喜欢 我也很喜欢拿到27 在朋友局里面 诈呼成功以后亮出底牌啊 那种感觉真的是太好了 国际象棋皇后在Hustler娱乐场上 拿到了A7童花选择了扣 卡拉夫的选手也是一个听方片的童花 两位选手听童话的花色 这个花是不容易出的 翻牌十五A两无面 到枪口外选手 C100一枪 下注500刀 500刀不多啊 但是按照比例来算 已经是打了一个快满石了 我们来看国际象棋皇后的顶队 顶队弱剃脚 抽后门兼狗花 靠下来压力并不大 主要是后面还有三位选手没说话 但凡有人打出加注的话 这一枪啊就白扣了 想一下选择了扣 K10也扣 马瑞奈奴 比对没剃脚 也是选择了扣 这手牌打得好粘迟啊 还是来到了2685刀 我们来看转牌 转牌一张红心7 这样的话国际象棋皇后拿到一个两队 前国卫选手如果再打出一条街 国际象棋皇后会把他的手牌范围锁在A圈AK上 这个两队正好吃一个顶对好踢脚 再来一枪 下注1700 这个还是挺显决心的 我们来看国际象棋皇后 扣下来就可以了 没必要做加注的 好选择了扣 到K10 负料到马瑞奈奴 马瑞奴这个牌没什么太好发展了 这手牌推荐选择器牌 如果真要玩 要做一个加注啊 扣是最不应该的 但是马瑞奴选择了扣 才是来到了7725刀 我们来看一张盒牌 盒牌再出一张7 哇 这手牌冤家了 27拿到一个名三条 国际象棋皇后拿到一个红路 这个葫芦输什么 输实实一手 其他都不输了 第二大的坚果 我们来看这个27 这手牌打出来 从形象上来看 还是一个AX 这条街打出来的话 还会让一些AX 给一些支付的 但是 其实支付的已经是27了 玩27啊 就是很炫 但是一旦输了就很惨 这个真的是没办法 考虑一下下注尺度 怎么样能够一条街啊 收下客户 并不是打掉对手了 看数筹码的样子 应该是没打算挑战 我们来看下注尺度 打了4100 有整有零啊 那国际象棋皇后可以直接推奥链了 这里想一下 空一下节奏 直接推掉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直接推到马里亚诺 这个4-5接不住了 选择了负 那27应该是选择了秒扣啊 给了国际象棋皇后一个满之虎 这手牌确实太痛了 真的是太痛了 就是有的这个直播桌上啊 27收持的话会给一个彩金 但一般彩金也就是100刀 大家主标是奔着这个节目效果去的 就是想娱乐一下 但这手牌娱乐的真的是很贵啊 真的是很贵 这手牌对手还没有选择靠 然后国际象棋皇后已经两牌了 给这个27省了1000多刀 这一个小小的举动啊 少赢了1万块人民币 但是也无所谓啊 这个娱乐局嘛 大家都是玩 已经收持了 已经不错了 但是我感觉他如果推奥令以后 对手拿1000刀 看一个1万多刀的彩时 这个名三条应该是弃不掉的 也就是说他稍微在沉重期 一点点 能多赢1000多刀 国际象棋皇后 在枪我家一位 拿到了A圈杂色 300到350刀 马瑞奈奴 85杂色 也是选择了扣 一旦你打过这个高额桌啊 来打这个低额桌 感觉什么牌都能进来看一下 无所谓的 翻牌 K57 三张黑桃 马瑞奈奴拿到一个带队听花 带的是抵队 听的是八花 而且是单张成花 这个花基本上没啥太大意义 国际象棋皇后 拿到一个听圈花 这个花到晚和牌 只要不出黑桃A的话 是一个第二大的童花 一加打一加靠 两位选手打单挑 转牌再出一张K 排面发出了攻队 一旦发出攻队 这个听花的价值就被弱化了 合牌一张黑桃勾 两位选手同时乘花 我们来看马瑞奴奴 打一条件 这个在前位 推荐Chay Call 下注1100 我们来看国际象棋皇后 加注到3000 马瑞奴选择了负 其实在前位 采取一个Chay Call的策略就可以了 对手是会战户你的 然后你这个黑桃8 是有摊牌价值的 如果你做下注的话 遭遇到加注 那确实应该放不掉 都是可以的 这姐妹长得是真挺好看的 看上去感觉很舒服 强口位选手拿到了AK杂色 加注到1815刀 GC装位 A7杂色 选择了靠 马瑞奴小盲位 A5杂色 咱们最后看一下 这个入局率的统计 马瑞奴这个入局率 肯定是比高额桌要高很多的 就是他打这个忙碌级别 真的是太放松了 AK只是选择了靠 让出了顶端排率的范围优势 这个是不应该的 我觉得国际象棋皇后 是水上了 想求稳了 不想去打大的波动 毕竟马瑞奴后手马量还是很深的 而且啊 他是不拒波动的 打这个忙碌级别多大的波动 对他来讲都是无所谓的 中文选手选择了缝 两位选手打单挑 采持来到了1550刀 翻牌 4-7-K 两张草花 国际象棋皇后 拿到一个顶对顶踢 马瑞奴下注600刀 从他的角度来看 国际象棋皇后 手上是没有 Ace Kings Quins Ace King 国际象棋皇后 加注到1800 马瑞奴选择了扣 我们来看转牌 这个就是在定点帮扶啊 定点输送给美女 别人我都不送 我就送你一个 转牌一张草花石 这样的话 排面出花了 哎呦 马瑞奴是一个听坚果花啊 有点东西的 下注1650 国际象棋皇后 只是选择了扣 踩时来到了8450刀 这个打法确实能拿到满价值 但是胜率会比 正常打出四败要低很多 合牌一张黑桃圈 这样的话 国际象棋皇后 拿到一个K花 哦是K花啊 有点不自信 马瑞奴选择了过 国际象棋皇后也过 因为翻前 马瑞奴打出了一个三败 手上有很多带A的组合 所以说国际象棋皇后啊 也没有再打架之下注了 他确实求稳了 就真的是求稳了 感觉水上心态是不一样的 正常来讲 这个AK肯定要打一个四败的 他翻前没有打四败的 那合牌拿到一个K花 没有去做下注 也是可以接受的 整个这个思路打的是很一致 但是 不是最正EV的 国际象棋皇后 拿到了90通花 加注到400刀 打盲位的三四通花 感觉响气 但是又扣下来了 这个动作是一个很大的马脚 A5选择三败他 回到马瑞奴 K9杂色 FOLIO 到国际象棋皇后 这个童花结构连章 是不惧打多人彩石的 就一旦这个牌成长起来 打单挑啊 还是打两位选手 都是无所谓的 选择了靠 彩石来到了4000刀 翻牌 4 16 彩虹面 国际象棋皇后 拿到一个顶队 好踢脚 不算太好吧 算是中能踢脚吧 下注2000刀 很快的选择了靠 这个A5发展已经很差了 这里如果靠下来的话 就是在利用自己的位置优势 去看后面能不能把 Alexandra给打掉了 这个牌如果不混合诈虎 只是寻求摊牌的话 很亏的 A5选择了过 我们来看合牌 合牌一张草花6 排面发成了双攻队 非常适合做诈虎 国际象棋皇后 在前卫选择了过 倒A5 也是选择了过 那这手牌打的稍微有些亏啊 就稍微有些亏啊 真的是 他觉得合牌发出双攻队以后 自己有一张A 也是有摊牌价值了 所以说没有打 但是 这个牌翻后选择靠的话 手牌范围防守的还是有些过宽了 尤其是防守Alexandra 好 我们来看这个系列最终的成绩单 那马量第一的是39,895刀 那马量最少的 也有5,465刀 VPIP最高的是马里亚诺 竟然高达87%啊 太夸张了 国际象棋皇后 那VPIP38% 最紧的是35% 加注情况 马里亚诺排名第一 26% 国际象棋皇后 24% 最紧的竟然是0% 盈利情况 那国际象棋皇后 排名第一 32,895刀 Nake排名第二 13,150刀 马里亚诺是史下最多的选手 34,480刀 这个鲨鱼啊 打低额主 变成风鱼了 咱们下个系列 再见 You owe me a beer